这个是一直都很轻松的 这个就觉得他很轻松 这个人你看不到他紧张的样子 这个人你看不到他紧张的样子 王大仙加油 相信大仙已经收到了你的爱意 笑着都快趴到地上去了 你是要给大仙起个伏吗 就是拜一下 拜一下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L1 L1确实一直是稳定如私 伤害极高的一名射手 不知道他们今天有没有拜过主宰 我觉得 就算没有在微博拜 也差不多在自己的俱乐部都拜了 我觉得以后每个俱乐部都要上 放一尊佛像 放一尊主宰的像 每天上三柱香 然后鞠个弓磕个头 然后再过来 对 一排 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三场比赛 一超安会对阵GK也是KFPL 常规赛的第119场 蓝色方神一超安会 红色方GK 没胜太多场了 对 蓝色方一超安会 对 比赛比赛 双方看起来四部都没什么包袱 对GK的话 搬一下高剑离关羽 真觉得要小心 VV这种选手也是特别能抢主宰 抢主宰抢包军 对 孟磊也是 操作戏 李源芳 不过我觉得孟磊这个数据没统计过 他可能是所有打野被抢最少 他的一个 他一旦打野其实在这个方面很难被抢到 他一般就是入侵你的时候送个一选 后面就自己打自己的 是 一选活咒 然后关键的时候站起来 孟老师你敢不敢给我看一个打野打击 孟老师说GK你敢不敢放我李白 放我打击 上一半 一半搬李白 而一超安会这边一半搬李源芳 要搬到李源芳 反正我不用你别用 有一句话叫做短腿拯救世界 李源芳就是这种感觉 蔡文晶也有这种感觉 这个英雄能创造奇迹 对 李源芳搬掉 我觉得敌大人心里也是蛮可 小弟火了 我刚自己还躺着呢 换位 对 二手搬掉 王子上单 常规搬 看他们搬不搬关羽 其实如果真的要针对 在GK一面没有什么特别值得针对的点 可能说关羽会针对一下 好 自搬 也去看BB这手 对 这个迷神真的是有能力去竞争 KPL五大关羽的 只是他出场次数还不够多 这个没办法 这个人需要战警 刚一次两次的亮眼发挥 是不足以成为一个依据的 对 不过上一个版本我们知道 那可露鲁奇又有小幅度增强 GK的话很有可能 下次把王牌飞行员Yellow再次记住 是的 也期待之后的表现 下一周 没错 看下最后一手 上单位现在放了 巴姆兰 以及东方太一这两个点还在 可以去试图针对一下 东方太一搬掉吧 看预计 看预计 然后看GK这边搬谁 不搬马可波罗我就抢 搬了的话 一手可以拿的点很多 对 巴姆兰 多方太一 诸葛亮 好操 看GK这一搬 能不能把一场上会套进去 我觉得别套了先把马可波罗搬了 这一手真的不是说套不套 哪怕你一二手能抢一手 你把马可波罗放给一场上会 实在是不好打 然后再放一个诸葛亮给 现在总觉得当一方拿到马可波罗 另一方没有射手的时候 胜面最起码高三成 对 而且到了一场会这边 巴姆兰 好的那一场会很有可能一手 直接拿到马可波罗 不拿到给到歪二这边也难受 拿到的话应该给刘苏来打 看一下 马可波罗 马可波罗选出来的话 GK很有可能会 现在法师位置没什么可针对的呀 马可波罗强调 眼睛都闭上了 你看 赢了 这种感觉 哎呀 又是我 其实他心里在默念 主宰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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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心里都已经跪下一百多次了 对 看得出来 不过刘苏确实 年纪还比较小 还是要注意休息 因为确实身体是革命的本质 对 还在长身体的年代 像瓶子这种已经不长了的 跟我们不一样 对吧 我也不能长了 我再长的话 我都已经高了一个头了 这个妖怪 一楼 这拿到 东皇台 而且老夫子巴姆兰 都搬到这个上单位 我觉得很可能要处理部 对吧 有可能 不处理部线上 其实不太 这一手东皇台一一选了 黑常会的上单位置压力很大 但是还好 其实你会发现 如果现在打到奥太医 是怎么去针对的 打牵扯 我不跟你猜 他回去可以试一下出 这是在吃什么 都已经这样了 你还吃 你是觉得还不够吉祥是吗 还要再怎么着 你看老帅现在一点压力都没有 对 畢竟对你们有一个月痕在 有月痕在老帅永远是瘦的 对 这一对比老帅简直苗条好吧 模特身材 先别急 我们想唱会会不会拿露娜 我觉得很有可能的 不是说 因为四五楼还真的 不是没可能给你出个露娜 我给你讲 你别看我东皇台一在 虽然说冲露娜几率不是特别大 但真出来打一个牵扯也不太怕 我不参团嘛 虽然有过示范的 对 无痕给我们示范一次 他也就只有AS间隔的无痕 能够在对面有东皇台一的情况之下 搞一手露娜了 哎 不好讲 放枪口上撞 GK 三四射 朱格亮 加一个 达摩 不错 达摩不错 朱格亮也不错 或者配个高剑敌 其实打超会拿个简单粗暴点的 这样可 因为想秀的话在他面前很难秀起来 现在选择高剑敌 我觉得会拿一手法式 然后可以拿达摩这个点 我觉得朱格亮更好 对 因为射手这场最好就别要 优先一下 不太好 对 那的话你只有个后翼 不好下场 李源芳鱼姬都上班位了 也很纠结 马可波罗他被对面选 我真的觉得放给A超安会 马可波罗是一个很不理解释的错法 压力太难 后翼 还是要索射的 我天哪 那么法师他放在最后一手选 就是看一下A超安会 最后两手选什么 防止被针对 对 不过他我觉得选来选去 其实基本就是 也就真的只可能 有什么蕭蝉吧 我觉得是莫子也可以 莫子太后节奏 不容易选莫子 这一手莫子选完之后 一手完会 针对 一手针对的话你就没法打 也不是不行 因为莫子其实不太怕不知火舞 莫子对线真的 怕90%的中单 就不怕不知火舞 真的是不怕 而且他对到的话 如果真拿到莫子的话 GP这边 橘右金家 东方太一混个前期 然后后翼的剑配合莫子的炮 其实效果还未必差 对 但是这个还是去估算 如果他真的求稳 还是拿前期强势的法式 副格林或者高剑林 比较稳健 拿高剑林的话 前期非常选 副格林很选强的 他会最后两手 法师卫确定 编路确定一手 ADC确定 副主卫现在要套一个 应该看这个样子的话 张飞还在 张飞味牛魔都不错 张飞最稳 看谁也方便 达摩 不能太拳前期阵容 毕竟有一手马可波勒在手里 所以稳一个张飞的话 打一个后手控制 没错 先手控制有达摩在 还有不知火舞 没够硬 而且其实上一场奶茶 给我们诠释了一个 张飞的正确打法 也只有张飞能够那么打 因为他第一他有位移 而且位移还带盾 第二他有大招 你没法抓他 他就不停地进野去探视野 然后拉扯你 吸引你的注意力 来给队友创造一个空间 去推塔分带等等 大团都不错 只有张飞能这么打 也就只有张飞能够在一场比赛 15分钟左右 一直一直这么打 对 而兰西的话 没有人会说他的辅助水平 不会比奶茶低吧 他那个辅助真的是没有任何问题 干打 奶茶这轮是后起之秀 这时候貂蝉选择很不错 貂蝉其实有点点虚不知火舞 我跟你说真话 没进化的话 有点怕 再进化 进化 进化 看超会有几个进化 看这个样子 刘苏似乎没准备换进化 刘苏基本上是站在队伍的后排 这副好保证 只要不是脸 实在是太 刚才就是闭着眼睛干嘛呢 没 半夜呢 别动我 是 不过刘苏他的一个 反应速度很快 这是他的一个特点 对 年轻选手反应速度特别快 在躲技能方面 很有优势 也很有可能 就是真的觉得自己反应速度能够躲剑 这跟谁保证不了 这你说老帅反应速度慢 就是不够年轻 你说的 是吧 换了个进化 没错 老帅这边老帅老帅 老帅 是吧 帅还是要老得好 是 有韵味 孟磊出了达伯 其实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 我以为孟磊这样会出阿科的 因为对面有个扣椅 出阿科的话容易被冬皇太医押到死 我觉得出阿科的怕谁呢 不怕冬皇太医 怕菊又精 菊又精如果就站在射手旁边 做一个带刀护卫的话 真的菊又精就是个带刀侍卫 站在射手旁边 你进来我就同意 阿科进不了场 对 很难受 两边阵容已经确定完毕 看一下两边阵容 他们在前期的对抗上 有着冬皇太医 这边有着天然优势 还有个菊又精 菊又精真的前期太强了 前期非常强 带个百川明文 冲到你面前 给你一刀再给你一个被动 估计半选就没了 而且菊又精能逼死 纯粹逼刺客的 对 专刻这种刺客 进场的话因为你脆 我伤害又高 对吧 不过这个阵容 打野位的话 叶楼这里就很脆了 但是一场完毕这边 多了一手治疗 没错 多有治疗的话 中后期还是优势蛮大 在前期打团的时候也不怕 关键时候可以奶回来 好的 现在就双方的赛 蓝色王一场完毕 黄色王GK 全军出击 哇 这个应援声 是 这个镜头给一个 还捏一下 好想捏一下 所以我记得 而是看过 那个有一部 这把灌篮高手 原来不是有一个 脱下巴那个动作 我一直想对岳恒做一下 教练 对 我想打职业 对 脱下巴那个 什么 老爹 老爹 那个 南希教练 是 再压制一波 反弹这个好麻烦 问题是很好保障 耶鲁这边是个 真正的 谁拿到了 耶鲁没抢到 这边抢走 哇 这波有点伤的 过来了 强杀 这是前期 梦磊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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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稳了 梦老师一如既往 这还没好两周呢 就是 KPL几大奇观之一 这两万步 这样GK等于就是 强行反过来一个buff 没有被三万步 对 握手不上 然后路 这二级了 粘糟了 击飞一个东方太一 放下手 方圆杀不掉 逼出 杨减逼出了曹涛的闪现 我觉得真的 KPL几大奇观 第一是Slipper的观众们 对方开主宰他们很高兴 第二就是超安会的观众们 自己的队 队员送了一血 他们特别开心 巨开心 而且是梦磊一学 好开心 梦磊送一血了 真高兴 这种感觉 就是赢了的感觉 冠军了 总冠军 是 对面没拿到 梦磊没送一血 他们还沉重一点 是吧 等一下 狼王杖的话 是前期GK 反而占了优势 拿了一个低血 Buff上了 就是抢 等于说就是正常的开局 对 而刚才看到也是 其实后翼这边就是说 LOR试图去反射对方 那个红Buff 但是没有成功 被刘苏逼走 主要是Bats 狼王杰一的话 你能打不掉 狼王杰一 打不掉 而且狼王杰一前期 确实实力 没办法 这个暴军的话 他强我们前面不好抢 这要抢吗 抢的话很危险 对 还能撤一下 这不能抢 抢的话容易真的炸锅的 一到四的话 东方他一转身就咬一顿 不过这种 他到暴军都到不能四 不过貂蝉那边到四 谁 草仓没到四 滚到 三个人 但是这边四个人瞬间集结 放强两个 腰蝉开大 控不住 这波暴打伤害还来一箭 鸟中 杀两个 3-0的开局 暴军 等于是一个三buff开 是 然后这三个 直接积累开来 A超王会 就必须得憋着终极打 1100的经济领先 对 现在超王会的 一个翻盘点 再留住谁 所以看见马可波罗 经济起到什么样 只要马可波罗起来 直接有没有 马可波罗没有带进化 把他安排在跟 就是说跟后翼一起兑现 他就没有进化的 就没有带进化的必要 是 因为的话 近距离晕倒 没什么太大效果 对 真的 其实如果单平对线 后翼也不需马可的 因为我亲兵线速度 其实比你快 后翼的二技能站到侧边 这是一个小小小 有气痛交过我们的 后翼放二技能亲兵线 不要正面放 会被挡掉 站在侧面放能够轻到一波兵 他亲兵速度超过马可波罗 其实也不太怕 反正要对点的话 马可波罗他的一技能 可以被逼打 而 从英雄机制上来说 后翼是可以直接单点你的 开了一技能点得特别痛 对 不过有一点就是 为什么后翼敢这么压 是因为这跟城市占优势 觉得压得特别深 觉得一直在往前压 不怕你 就是因为我队友这边是优势 这位置不行 把他咬完之后能够打 瞬间爆发伤害的 把他上路两个人打起来 曹操打杨简 双方拼得有来有回 都在回血 但是 谁也打不死我 VV这里不停地在走 往塔里拉 你知道如果三段大单放完之后 曹操还有大 曹操是不怕的 曹操刚才没有大了 大打完了 是 拼得耐可 而两个上单的装备 应该差不多 果然都是守护者这边 而下一件装备看这个样子 VV是想做冰神之我 来 曹操这边应该也是 一身这边应该也是 应该能差不多 对 也有可能 一身有可能就要做互相征兆 来击全轰到 打死 反正反咬 来击打 一盖的进场 反正反扑 三段二级能打中 VV直接进去 VV有大招 第三段回过来 再扑 老帅被击飞 闪现走开 危险 一盖抬着年老帅 杀了 拿着 一盖轰到 伤害不够 孟雷没控制了 VV这一口没有咬到 还想上 蓝锡又大了 一个大招好到三人 追不上 跟不上 太远 不过这个 狗胎没闪现的 他上不去 走掉了 狗掉了 但是没办法 就这么爬出去了 他没有腿 是爬出去的 对 还是飘出去的 看见被追 刘苏这里 刘苏这里有个抠一场 可以压着吗 难受 刚那一套的话 确实没办法 所有人技能都空了 而且有竞技能的问题 现在GK这边 竞技能领先2000块 打完的话不需要 而且老帅 因为对面竞技能领先 有貂蝉 这个英雄在 不太敢进场 进场的话很危险 他只敢在那边 丢丢扇子打一套 连招就得走 往后期拖 往中期拖 等步之后伤害成型 刚才那一波他不能够 至少能秒掉下去 还是要等 牛苏 主要是牛苏 虽然说对面后翼 也在等成型 但是马可波罗的整体 适应性 要比后翼要强 后翼战章的一个 输出爆发特别高 现在GK优势在于 只要Yellow不死 看这个位置 看这个位置 战力没中 但是 走位 迷神 走不了了 大了 没差点办法 丢大招了 蓝锡没大 不好抢 蓝锡没大的话 可以试一下 刚才没说完 这一局的话 只要Fightly有到人 Yellow在周围 却能够秒人 因为他现在是前中期的 唯一爆发 没有人的爆发比较高 没错 但是他们 其实 不知道L2这个手术也蛮舒服的 然后切进来的话 只要动态一咬得快 后一点谁都很好 对 看出装 老帅已经做出了痛苦面具 这类第一件装备 就是不会假攻二 这个装备 就伤害虚了 而两方的一个上单位 经济持平的 装备一模一样 就是鞋不一样 别的都有 对面这个阵容的话 其实不出破载弓也是可以 但是看一下出装 反观这边曹操 曹操是先出了一个守护者之卡 流速伤害有点成型了 白得有点痛 因为漠视做出来了 其实商场无几 我觉得这局 莫妹不需要去单 直接顶到破甲弓吧 虽然说他是习惯性的 破甲弓破军这样的组合 但我觉得这一局 暗影战斧更适合 他的话 有可能是暗影战斧 应该是暗影战斧 应该是暗影战斧 应该不是会摇摇 对对对 我用错 闪现走 暗影战斧也杀不了 够肉 如果做不了 破甲弓可以 因为他是打爆发嘛 过去了 A一下 再来一锤 是 是个暴击 这出不出暴击 他红色带的是什么命运 带了有一个霍元 一个霍元或者是 他不太可能带红月吧 真凶带红月 意思不太大 应该是带了一个霍元 这拳打出个405的暴击厉害 上墙 没轰到城上 张飞就一技能太痛了 是 帮了这个人头 上路的位置 因为这里比较舒适 因为一躺不破 所以你会发现 超红月塔上还是有优势的 Fatty真的是赶哪 凶 真凶 真的是 一天斗一气斗 就是相信你老师还赶不上 其乐无穷 不过你看这手 虽然说GK这边经济 刚才是领钱 他现在已经没超红月搬回来 而且超红月整体在卡上占优势 一塔未破破两路外塔 这就是咱们的一个运作能力 我就觉得达摩还是会是破甲工 不知道 他肯定是破甲工 古不出来 他之前的达摩就是破甲工破军 然后打爆发 因为其实上超级能 上单位的话肯定是做肉 还是中路的话 貂蟬这边也在起饭肉装 起饭这个极寒风暴 整体上做破甲工性价比更高 能不能中 出不了 因为他不需要出 因为达摩这个英雄本身二级 就是剪底固定护甲值 是 他需要再剪个百分比 哎 咬到了 能不能不了了 这杨浅好周 还需要轰两个 给亚伤害 感觉走不了了 反扩 还剩一个FATTY 感觉也是难逃击手 再被杀掉 人都给到蒙雷 达摩这一拳 直接把只究竟护甲轰到了零 是 没办法 真是伤害了 凶残之力加上二级能全中 然后紧跟人之后发现杨浅的伤害其痛 对 本身还有真实伤害 他就不需要二级能了 就是怎么说 他二级能打完之后 他本身杨浅的二级能放中之后 一人的伤害就是两段 对 就是第一段物理伤害也变得这么重 就等于说两段真实伤害 等于说两段真实伤害 可以这么离去 全是真实伤害 对 今天这些雷斯哥装备是什么错的 对 其实就是 长安徽的定义就是这样 对方拿到优势 但是你扩大不了 弯弯的会被我残死 他就是最准确的 最常见的 中单打野和服务的三游 这次孟老师的游走却非常的到位 本场比赛几次大招 可以说是挽回长安徽的一个颓势 中严甫联动 现在的KPL队伍没有做的别一场 是 其他的队伍基本上都是严甫联动 这场比赛基本是 其实老师这场比赛 游走的不是特别多 他在补经济 上单位的VVA跟下路的罗素也在补 对 那其实就是孟老师这边一直在找机会 起全大招轰的都不错 以前都轰回来 那GK现在的话他们要怎么做 就我觉得GK不要 你说呢 他们在经济差的不多 但是不能太多 因为菊肉精拖到后期的话 库庸非常地小 基本就没太大用 库庸不能展现的很容易进去 而后翼现在的经济发育还可以 适当的话 后翼多设立的大招 这样你见过几个后翼大招 其实很少见到 后翼大招如果设得好的话 他们可以找机会直接去打秒 相反来这一局的话 倒是GK的所有人都是围绕着 后翼在打 但是大招后期还是太少了 围绕着后翼去扩打 拆得很 他应该稍微准备一点 不能太拖了 不到大后期的话 菊肉精的作用是起不来的 现在的话 貂蟬的经济 看一下一场完会 这边上路是发现了两个人 而且没有菊肉精这个爆发在 所以说大招即咬到也秒不掉人 对 帅这里 没有推出来 逼到了 肺体已经闪现了 闪现交了 对 这手压到 冰来了 冰来了 冰来了就可以迷身一命 这艘子弹扫不到 不然的话一级能扫到 冰山冰山吃不下 是的 上路的话想破二塔 想换 这手上路二塔要破了 能换掉 不走的话就要破了 就感觉有点拿命换二塔的意思 要回城 不回的话就要死 是的 要走 人头比拉不开 双方差不多 地上的话 落后不到一千 对GK来说能够接受 刚才那一波一场有点急 其实上路的话 看到对面两个人 想要去强行拔掉中塔 但是对面东方他一再 是 双方他一直接在塔下 大你一个可以一换一的 哎 这件中了 摔 一个大招 差一点点 两段位移技能全交 老帅这个撤退 连滚带爬式的撤退 直接撤出了战场 反而撕穴 收不掉 做了火箭一般 是 老帅这个分头五少零四出来 屁股包烟式逃跑大法 地躺腿 对 这里再入侵 是 我这手干可能到的 其实就是要 GK就是要刚才那种打法 后翼多射箭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为什么说超完会的 翻盘点赛 牛苏这里 马可波罗起来之后 先说他战装爆发 后翼也是能跟他比的 但是他那个 他不求秒 他就直接一缩子弹 你只要敢吃了 就得回家 他这个整体的性能 要超过后翼 这样东方太赢了 展示一种二体能抢主宰 马 就来了 先点你把你给秒了 大招过来用肉体挡 平手很果断 在这边到台静爽 接个开刀 谁能拿到 孟磊抢回来了 有孟磊 剩一个 大怪兽 你看他一个辅助 没什么装备 追着ADC捶还很痛 追张飞长达了点 团灭 主宰 这是有机会一波中路有兵线 有机会再次上演一波了 游苏经济还是蛮好的 不痛 不过你出彩先锋走得点慢 复活的时间最快的是FATI 9秒钟 9秒钟 FATI是个东皇太医怎么守家 我高地 看一下曹操还有10秒 我觉得要一波 我觉得要一波 对 东路的兵线也到了 是 但是这一套 这一波兵线刷新 是 这个话因为推一个 要拆要拆 是 强点 强点 大招定到了 老帅 还在推 再点一下直接破掉水晶 AG超安慧 总是这么喜欢一波 是 恭喜 战胜了GK